今天是2020年2月26号 今天祖国统一台湾了吗?快了 根本是2020年1月16号 根本走过同一台湾没啊?快了 Today is February 26, 2020 Has China reunified Taiwan today? Very soon 好的,今天的打卡完成之后呢 就代表今天祖国统一台湾又近了一天了 广大的网友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 这一天很快就会实现了,我相信 好,那今天的视频呢 我想聊一下我们的华春莹 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 为什么要聊他呢? 因为我发现啊,他的推特我刚刚看了一下 因为我平时很少用推特 但是刚才看推特的时候 发现他原来真的是挺会怼人的 他也是个杠金啊 首先要跟大家定位一下 我在这里说华春莹是杠金 是一个报义词啊 是喜欢的意思 不是贬低他的意思 在这里先做个事先的定位 好的 那定位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资料 他是1970年 1970年4月份出生的 然后呢 他的头衔现在是 我们看一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师师长 部长是王毅 他有两个例称 一个叫华姐 一个叫华怡 不过我觉得叫华怡 感觉年龄有点太大了 还是叫华姐 比较亲切一点 好 看完一些他的基本的资料之后呢 其实着重还是要看他的推特 说的什么 为什么我觉得他是个杠金啊 我觉得他怼人真的挺厉害的 我是看了他的这一条推特 好 在这里他说 他是2月25号也就昨天晚上8点钟发的 他说 As China's fighting COVID-19 with unity and sacrifice Wall Street Journal published it and invading a tutorial referring to the painful history of China yet refused it to correct and apologize still take China as over one century ago 就是说 在中国 众志成成在这个抗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时候 华尔街日报 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来勾起了中国的痛苦的历史 这个历史就是说 中国以前是东亚病夫嘛 然后呢 华尔街日报 还拒绝去修正 以及道歉 还说 你现在还当中国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中国吗 啊 化解式的意思是什么样 看一下推特的本身翻译怎么样 也就是说 中国在战斗这个疫情 华尔街日报 发表了一篇文章 不过这里话 谷歌翻译不太对啊 不是激动人心啊 是非常令人 情绪不太好的一个文章 整篇的翻译 其实就这里不太对啊 然后其他的地方都是对的 啊 不过翻译不重要 就是简单来说 就华尔街日报拒绝道歉嘛 然后呢 我觉得化解为什么这么刚呢 这句话我很喜欢 still dig China as over one century ago 就是真的 很多人 很多西方人真的觉得 现在中国还是一百年前的中国啊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化解所说的这篇报道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报道 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官方网页 现在这篇报道还挂在这个网页上 上面还没还没有被撤下来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说中国是东亚病夫 还有个副标题 副标题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病毒的影响 其实对于金融的影响 会比本身所存在的野生动物市场的影响会更大 来说中国的经济会怎么样怎么样的衰退啊 怎么样的 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 写这篇文章的人是这个人啊 我们来记住他的名字 不要放过他 Walter Russell Mead 是这个人的名字 好 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我们国家肯定是表示谴责的了 而我们国家所做出的一个态度就是 我们看一下这里的一个报道 纽约时报中文网说 中国驱逐三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 这是我们的一个态度啊 在这里我们说到的就是 我们的态度是 中国官员要求华尔街日报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 公开正式道歉并查处相关责任人 为什么我刚才说要记住那个人的名字呢 查处肯定是查处他了 查处这个人啊 Walter Russell Mead 查处这个人 一定要他负责 同时保留对该报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一份由中国政府提供的文稿中是这么说的 好 他还说 对于发表种族歧视言论 恶意抹黑攻击中国的媒体 中国人民不欢迎 耿爽还这么补充了一句 好 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啊 然后呢 到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尾是什么结尾的 纽约时报的负责人 爱琳莫菲 爱琳莫菲 她是这么说 时报反对中国驱逐记者 她说 独立新闻机构能够在中国自由报道 现在这一点至关重要 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她是这么说 说了这么一句话呢 就要回到化解的推特上面去看另外一条推特了 她不是说 独立新闻机构在中国自由报道是很重要吗 那化解是怎么怼的呢 我们返回 化解在发这条微博之前 说错了是推特 总是弄回了啊 发这条推特之前发了另外这一条推特 我们看一下 化解说 就是说 新闻自由 不要忘记了白宫是怎么对待CNN的 有多少中国记者被美国政府拒绝了签证呢 在这里呢 要提到一个事情啊 就是CNN是怎么被白宫所对待的 有一个新闻 我们看这里 就是特朗普的一个新闻 我们来听一下 化解刚才说的那个推特的新闻就是这个事情 特朗普在那个新闻发布会上面对着CNN的一个戏者说 put down the mic 把那个麦克风放下 你看新闻自由连特朗普都不相信了 说CNN是造假 在一直在做假新闻 还说这个CNN应该为拥有这样的一个记者而感到羞耻 特朗普是这么说的 所以化解啊 这个怼的没错 化解这个杠金真的是挺杠的啊 我觉得化解怼的很厉害 还有个评论我们看一下啊 支持化解支持中国 最近某些双标牧羊犬真的是越来越猖狂了 我们只是吊销了几个辱华记者证 就被西方媒体大肆诋毁 美帝不给我们记者发签证 这些西方媒体一言不发 屁都不敢放一个 哎真的是很双标啊 我为什么要说到化解杠金这个事情呢 其实我们除了官方要杠金杠回去 我们民间啊也真的要杠金杠回去 为什么说除了官方要杠金杠回去 我们民间也要杠金杠回去呢 是因为前段时间不是丹麦有个报纸来辱华吗 就是将中国的国旗改为五个病毒的一个图案 但是丹麦总理呢 却不为这个事情道歉 因为他说这是丹麦一贯的言论自由 那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 我记得在推特还有facebook 应该很多网友都发了一些我们的创作 就是我们也啊 用言论自由来抨击丹麦国旗 当时有很多图案啊 我在我的推特 也是呃有发表一个这样的图案 因为我觉得也很生气嘛 既然你丹麦总理都说了 这是言论自由 那我也言论自由回去给你丹麦好了 当时我就保存了几张网友做的图啊 我也发在一些关于丹麦的一个推特账号下面 我记得发了好几个推特账号吧 我短时间里面发了好几个这样的照片 都是同样的一个照片 好 我是1月30号那天发的 因为短时间我发的太多了嘛 然后呢 被推特认为是一个呃 假的账号 推特把我的账号呢 还封了很多天 我记得账号的话 是1月30号那天封了 就说我违反了一些推特的规则 然后在这段期间呢 我也是发邮件给推特要求解封啊 然后我等了很多天 然后一直到呃 2月的几号来着 我看一下啊 2月17号我才能正常发推特 我当时还add了我的一个朋友 我说 说时时那时快大号解封了 等了我整整19天 民主自由争相啊 你看啊 到那个2月17号的时候 推特才给我解封 说We have unlocked it Your account 同样是言论自由 在丹麦总理的眼里 他们国家的媒体去辱华 去侮辱中国的国群没问题 好 那在推特上面 我们中国网友的一些创作 推特就把我们的账号封了 这就是西方的言论自由的双标 大家都好好看清楚 好吧 说到这里的话 一定要提一下Facebook的第八 因为第八不是 有一个口号吗 叫第八出生寸草不生 然后我加入了第八的两个Facebook的一个小组 一个是第八中央集团军 以及第八根据地 大家有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加入一下 然后呢 有管理员会去同意的 好 为什么要提到这里呢 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大陆民间的一些文宣能力 好像真的没有那些港畅啊 台八子的文宣能力那么高 有时候跟他们斗徒啊 好像真的有时候斗不过 唯一能组织我们起来的就是第八的这个组织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加强我们的文宣能力啊 我自己呢 也有一个备忘录 我的备忘录呢 就是总结了一个打脸台八子港畅 恨国党公司的资料 在这里呢 有一些链接 都是有时候我如果要还击一些台八子和港畅的话 我所要用到的一些资料 我随便打开一个 有法轮功剪口罩的 也有法轮功什么天安门母亲 这有时候真的很没有逻辑 很明显就是假新闻的 所以有时候呢 就是要怼回去他们用这些资料 这一个资料我觉得挺有利的 就是你看啊 这个天安门母亲说 我今年55岁 30年前我20岁的儿子 在天安门被解放军打死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母亲是5岁的时候就生了一个儿子了 我觉得真的厉害 所以有很多网友说 专门造谣声势是邪教徒本性 就是胡扯嘛 你看 法轮功残害了多少人的生命 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要今晚说到化解杠精这个事情 就觉得我们民间的有时候杠精也要真的团结起来 真的要将一些文宣的能力组织起来 然后呢在适合的时候呢 好好的怼回去 不要让我们这些爱国的声音呢 一直发不出去 虽然有时候我们发出去的时候呢 也会被推特或者被Facebook封我们的账号 但是我们总是要发声的嘛 对吧 如果我们一直不发声的话 那肯定是不是一直被欺负的 就一直只有他们反华反共的声音 所以这个视频就是我想说的一个分享啊 所以如果大家是有一些好的 可以怼回去那些反华党啊 工资啊 资料的话 也可以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分享 然后呢我们好好的组织起来 如果以后碰到事情的话 也可以好好的一起还击 好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就是我想说的内容 呃 有喜欢的朋友欢迎订阅一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